威亚倒台后 直播带货整个行业遭受了一阵洗牌 不久前 石家庄市场监督管理局 披露了日化品牌TSC庭秘密 据说对方利用内容机构转移或隐藏传销资金 目前为止已经冻结资金6个亿 而公开资料显示 该公司的法人代表 正是娱乐圈中的林瑞阳 TSC庭秘密由林瑞阳和张婷夫妇创立 被查冻结资金6亿后 不少人留言终于得到这一天了 一年纳税12.6亿的模范两口子 为何得到此番评价 林瑞桃红徐征牵涉其中 TSC庭秘密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的疑惑 这个以张婷的婷字命名的品牌 早在2016年就已经进入到了众人的视线中 一位受害者在个人社交平台曝光 声称自己使用TSC三个月的时间 整个人一下子老了十岁 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 奈何人为言轻 仅仅只有高层进行了处理 告知对方这是在排毒 而这位博主 在与高层接触后 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而该公司却给出声明 对方已经恢复美丽 看到这样的处理结果 这位受害者直接反驳 称自己的皮肤没有恢复 医生正在指导恢复中 与TSC没有任何关系 公告中的照片全是偷拍 对方只是为了进行虚假宣传 在见到这位受害者后 一位崔女士也附上了自己的精力 基本上大同小异 也是烂脸 作为消费者而言 每个人都是冲着张婷的名气 选择了信任进行购买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一种产品 在舆论的发酵下 张婷本人也给出声明 不得不说 如果不是影响到销量 和一些负面评价 张婷当时会站出来吗 张婷的回复中 没有对当事人进行道歉 而是声称每个用户的肤质不同 对于化妆品都会产生反应 TSC三证齐全合规合法 言外之意 这两位受害者 是因为自己肤质的问题 与公司的产品 没有任何关系 大家放心购买 与此同时 一条庞大的利益链 也在渐渐的搭建之中 凭借自身的名气 张婷做起了微商女王 通过发展下线 开始一系列的捞金行为 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人群分散式的机制 让别人来帮助自己销货 据说加盟TSC的人非常多 不需要囤货 没有任何的押金 只需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新代理商的提成 一百块钱抽取百分之十五 那么一千块钱 就可以拿到一百五十块钱的提成 按照这样的情形来看 不少在家的全职宝妈 都非常适合 当然张婷从一开始 就是针对这样的群体 要知道女人都爱美 但是如果在变美的基础上 可以赚到钱 何乐而不为呢 TSC不仅仅让很多闲置的宝妈 拥有了体面的工作 也让不少明星尝到了甜头 据说公司中有九个股东 第二大股东就是徐征的老婆桃红 而在招聘代理的宣传资料中 也可以看到徐征夫妻的身影 在明星效应下 外加大导演作证 越来越多的人 纷纷加入到这个行业中 成为了金字塔中的一员 虽然对产品没有认知 可能自身都没有使用过 但是只要可以赚到钱 每个人都非常积极 02此地无垠 三百两凭借微商圈钱成功后 张婷和林瑞阳将目光放在了直播带货行业中 可以说是事业风生水起 从演员这个职业 蜕变成为了企业家 在某音中 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 微商聚会的视频 早年间 不少人称赞明星接地气 带着大家发家致富 如今看来 着实就像是一个笑话 天上真的会掉下来馅饼吗 一波又一波的福利 分分钟爆单之下 张婷和林瑞阳的名气越来越高 成为了直播带货中的佼佼者 不得不说 这些居住在豪宅中的人 用几块钱的小力 收买人心已经成为了网红的惯用套路 直播间的快节奏下 很多人跟风下单 倒数几个数 催促粉丝付款 抽奖送出大牌手机 都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常态 大同小异都是一个套路 林瑞阳和张婷 凭借化妆品成为了人生的赢家 而在旧威亚被罚13.41亿后 张婷上半年才注册的公司 资本各为4500万元 合计4.05亿的9家公司 纷纷被注销 虽说张婷目前是67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但是一次性注销如此多的数量 莫非是此地无银300两 业内人士曾经说 明星注册多个工作室 都是为了避税逃税做准备 而威亚倒台后 不少网红纷纷不睡 张婷注销9家公司 这样的大动作着实让人怀疑 此举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要知道曾经夫妻两个人经营的公司 在2018年的时候 被评为年度纳税最高奖 堪称业界中的模范 凭借12.06亿 得到了不少人的夸赞 回想起昔日的风光无限 不知道面对这一次的处境 张婷会如何处理 莫非也是像多年前一般 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整个人哭着被抬出去 向大众诉说心中的委屈 要知道张婷曾经累撒直播间 声称365天都在忙碌 一直以独立女性为标榜 对于张婷来讲 生活确实给她带来了压力 但是这些压力的背后 一定事物有所值 无力不起导的时代 不应该将自己的财富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生活不相信眼泪 只相信真相和证据 每年纳税达到10亿以上的数字 可想而知收入几何 勤勤恳恳的工作 必然是为了赚取巨额的财富 如今6亿资产被冻结 公司陷入到被动局面 所有的问题被起底 就连好闺蜜桃红和徐征 也牵涉其中 不知道后续会是什么样的发展 回想起前段时间桃红的素食论 着实是一种讽刺 真正的婚心在心里 对此你们怎么看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美颜不闻娱乐社